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期自己还承担组长的时候 这方面我就一直很留心很留意 每个人我都希望说 大家同来慈祭是解好也 不要因为人已是 而菩萨道就这样失去了终于 这是会让我不舍的 因为是法亲嘛 都是上人的记者 那我也希望说他们也能够 身心都能够跟住上人 做上人所要我们做的 然后这样我们就不会偏离 从电大小你如果放下去 像这个连长的他木款 他们这份精神是让我们很佩服的 但是对于上人希望我们 就是要电子化 然后扫砍素嘛 要洗纸嘛 那么他们对于电子书是有困难的 我就跟他们主动说 我们都爱上人 上人说话我们就会疼 而且上人是有我们想的 你想怎样 那么他说可以吗 我可以学得来吗 我说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就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也关怀到他们 不希望说因为电子书的一个抗拒 畏惧而劝目的这个脚印上 就溜过去了 那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上人这样一句话说 信己无实 信人有爱 然后呢 对的事做就对了 还有就是当遇到逆境的时候 就上人说的 用单纯的心去面对复杂的人与世 那就都没事